是 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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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姐 阿玄 别那么大火气 有什么事消消气 屋里说 阿玄喝点茶消消火 别那么大的火气 不必了 我是来找你要人的 找我要人 郑阿七 哪个郑阿七啊 和阿泰一起去监狱的那个郑阿七 什么玩笑 那是一冒牌的 他是不是冒牌的与你无关 他是我派来的 我自然要把他带回去 他在哪 你擅自私闯我这儿 本来就坏了舞蹈会的规矩 老爷子宠幸你也不能太随心所欲了吧 你想怎么样 人你可以带走 把密码盒给我留下 老爷子吩咐过 你救乔森 我负责密码盒 各司其职 互不相干 老爷子现在不在这儿 我做主 你不信任我 我当然信任你 可你是女人 很容易感情用事 这样吧 我再给你点时间 但是 那个冒牌的郑阿七能不能等 我就不知道了 谢彼安 你要是敢碰他 我饶不了你 放心 他好着呢 不过你也知道我这人的脾气 今天晚上八点之前 把密码盒给我带过来 如果到了时间 你还是没来的话 就不用来 所以在 Copper 有些人是在寻找的 寻找到 我也是在寻找的 我可以找到 你也看得到 我的天 我的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重要的东西是密码盒 有什么话 等老爷子回来再说 我让老爷子跟你做主 受委屈了 李副局长 第一监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 你总该有个交代吧 举座 我也有苦衷啊 你有什么苦衷啊 这 戴老板还不知道 乔森被劫的事 正因为戴老板 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更应该把实情告诉我们 我们才能帮你啊 我本来想 李副局长 我这个人呢 说话可能不太重听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戴老板可不是 咱们这条船上的人 如果这件事情出了乱子 再嫌了 戴老板可以把责任推得 一干二净 到时候适时的人 就是你 没错 你 你 真好 你 我 referred principe 阿姨 我把情况告诉你们 你们一定要保守秘密 这个你放心 我们有分寸 这照片上的外国医生是谁啊 他就是巴拉尼 全名叫乔治巴拉尼 原本是纳粹的军医 他的另一个身份 是柏林军事医学院 药理研究所的研究员 那巴拉尼的盒子 就是他的 是 那个盒子里面 有一份非常重要的秘密 其实是一种药物 你们听说过 脱氧麻黄碱吗 不就是安非他命吗 一种控制中枢神经的药物 吃多了会上瘾 对 在欧洲战场上 纳粹的军队曾经广泛地服用了这种药物 这种药物 最早出现在1938年 当时柏林的一家制药公司 向市场推出了一种脱氧麻黄碱的药物 大受欢迎 就引起了纳粹军医的主意 他们在军队中做了临床实验 发现这种药物可以极大地提升战斗力 就决定在战争中适用 实践证明在服用药物之后 变得不容易疲倦 甚至可以维持行军作战 这让当时的德军元首喜出望外 在开始的战争中分头实验 不过韩开也有人发现 一群士兵在服用药物以后 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 甚至送了性命 但是随着战线的不断延长 德军的高层需要这些药物 给他们知道更多 不眠不休的战争机器 所以 他们并没有进入这种药物 在军中传播 其实呢 这种药物 不光是在欧洲战场上使用 小鬼子的军队 也服用过这种药物 还起了许多五花八门的名字 叫什么觉醒剂 大力丸 说白了呢 就是毒品 周清国的军队滥用药物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对了 这个巴拉尼啊 就是专门研究这类药物的 二战结束前 他又研制出了一种新型产品 是毒品 是 是毒品 据说可以让人 几天几夜不睡觉 可以持续作战 甚至减弱痛感 不过 这种新型产品 还没有投入量产 二战就结束了 他把毒品的秘方 他把毒品的秘方 一个人扶手 冲啊 他才是毒品的秘方 一定要给他 啊 没关系 他说他把毒品的秘方 又辗转来到中国 想把配方呢 买一个好价钱 因为这里的战争 还没有结束 那你的意思是 乔三去找小鬼子了 不过这小子很倒霉啊 刚刚和街头人联系上 日本人也宣布投降了 钱现在是最少啊 这个数 这个数行啦 不行不行不行 那你说是多少 现在这个下不来呀 站住 不许动 别跑 别 别开枪 快 别动 那我先来说 把我认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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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拿下来 这条件事 你已经有了 给你把我认为你 想把我认为你 给你带来 你把他认为你 把我认为你 把我认为你 你把我认为你 扯进去 要转发 甲藏就会破裂 硫酸就会将配方溶解 这养鬼子的玩意儿 还真是不好弄啊 那武道会 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肯定是乔森的 街头人告诉他们的 乔森带回来的样品 很有可能 也在武道会的手里 我明白了 武道会的老爷子 依然贼心不改 他想靠这种新型毒品 发一笔横财 近几年 无论是国内 还是国外的贩毒渠道 对这种新型毒品的 渴求量非常大 如果配方落在 老爷子的手里的话 再加上他们武道会 独一无二的走私路线 到时候 就是不想发财 都难 优优独一切 现在乔森和那个密码盒 都在武道会的手里 我们的麻烦大了 少姐 局长 李守夜走了 无量把他送回去了 局长 有个事我想请教请教您 你说 你看啊 这个代老板吧 为了一个毒品配方 费尽周折的 还搞得这么神秘 你说他图什么呀 有一个传闻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那既然是传闻 说一说也无妨嘛 有人说呀 代老板一直在跟青帮合伙 做烟土的生意 把赚来的钱哪 来补军统的亏国 这毒品的买卖都敢碰 真是官有多大 胆就有多大呀 但这毒品不不疑 也得灯'... 也得 definit绸枪 碰红 我現在擔心的是啊 這個配方 已經落到舞蹈會的手裡了 就算是沒有配方 我們也得找個替死鬼交差呀 這倒是 我接個電話啊 你接 是杜少傑嗎 杜少傑 我是佩玲 你怎麼回事呢 慧珍啊 怎麼詳細打電話來了 杜少傑 佩玲淑雲她跑了 她把我扣住了 還拿了藥匙走了 你快點來救我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就這樣 你妹妹啊 這小丫頭聽說我回來了 說想見見我 對了 你妹妹是不是也在天河商會啊 那倒沒有 她倒是挺想接手 杜龍祥的生意的 但是老頭說了 說什麼女子無才便是德 所以就不讓她接手 我們家那老頭啊 就是一個穿洋裝的前朝遺老 我在想啊 讓天河商會的人 來幫忙找喬僧 天河商會在江城 那可是數一數二的大商會啊 人脈廣關係多 做各路生意的人都有 要找個軍火販子 應該不是什麼男生 應該沒問題吧 這樣 回頭我讓她打聽打聽 看有沒有這方面的關係 好 你不要忘了自己的責任 老尾 放心吧 好 等我好消息吧 好 對了 古拜 這 小賈 局長 什麼事 你去跟著杜少姐 看她去哪兒了 明白 好 拜拜 報告 進來 局長 山城警察局打來電話 快說 袁舒英有個朋友叫葉小慧 據她交代 袁舒英就在本地 她還提供了袁舒英的電話 還找到這個地址 我都不用管 你起床 什麼事 跟我都聽不到 你很壞 那些人 我的命 你現在才會 好久不見了 好久不見了 来 赶紧给我看看 你说说你 我是不是提醒过你 让你多留个心眼 你怎么就不听呢 我想听你话的时候 你去哪儿了 不是 我说姑奶奶啊 叫谁姑奶奶呢 谁是你姑奶奶啊 本姑娘今年才二十六岁 对 就是因为你太年轻了 知道吗 秃药 所以才让袁淑英给耍了 用不着你提醒 我就觉得袁淑英 不像是坏人 我也没说袁淑英是坏人哪 只不过觉得 你跟袁淑英一比吧 我怎么了 傻呗 我 别闹 别闹 我来的时候被人跟踪了 应该是魏长青的人 那现在怎么办 你得陪我演出戏 我 对 那就把你也没想到 你哪儿 我都要 你得陪我 你去哪儿 有没有小孩子啊 原来是跟小情人约会啊 小情人再来 好 你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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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你 你怎么了 他已经走了 说正事吧 阎世英没说他去哪儿吗 没有 他走得挺匆忙的 不过他说了 他不想让你插手他们俩的事 他不会是去找唐景云了吧 务长 袁淑言回来了 要不要把他抓起来 先不要大草惊蛇 我等的不是他 是唐景云 巨长 野蜀营出来了 跟上 是 夫人 需要我为您销劳吗 我来取东西 好的 请跟我来 下一位 您看好 这边是吧 好的好的 您好 您好 您再确定一下 好 您好 好 您好 夫人 请您欠子确认 您的物品请自取 如果还有什么需要 我再大坦恭候 谢谢 您的物品请自取 如果还有什么需要 我再大坦恭候 谢谢 今天晚上八点之前 把密码盒给我带回来 如果到了时间 你还是没来的话 就不用来了 来 这儿 没办法 我们在那儿 走 走 快走 这枪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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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长 你看 来 带走 三哥 您觉得他还会来吗 他一定会来的 我觉得 他犯不着为一个 来历不明的手下 交出密码喝吧 你注意到她的眼神了吗 就好像是变了一个模样 女人哪 弱点 就是感情 杜团长 这么晚了还不回家 局长刚刚抓了一个从江城过来的女逃犯 正在审问呢 杜团长 中文字幕 – 英国 我可要用刑了 局长 少姐 局长 你来得正好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啊 那个巴拉尼的盒子 我找到了 找到了 在哪儿找到的 就是他 他居然把那个盒子藏在银行 被我发现了 这一定是唐景云指示他这么做的 那乔森呢 他还没有交代 也没有说唐景云在哪里 我有话跟杜少杰说 你有什么话现在就说 其他人出去 我只跟杜少杰说 你以为 局长 要你挂他 既然他指名道姓地 想跟我聊聊 我觉得吧 也不是坏事 要不 我来 好吧 你可不能心软啊 一定要把所有事情 都吻清楚了 明白 放心吧 局长慢走 你先回去吧 是 顏淑英啊 說說吧 想跟我說什麼呀 我要去救唐靜雲 再晚就來不及了 唐靜雲 出什麼事了 他被白虎抓走了 我答應白虎今晚八點之前 把密碼盒送過去交換靜雲 喬森現在在哪兒 我不知道 白虎應該給他安排了住處 喬森現在在白虎手上 我不能讓密碼盒 再次落入他們的手中吧 如果不把密碼盒給他們 靜雲他必死無疑的 我們把密碼盒給他們 我們把密碼盒給他們 還可以想辦法拿回來 還可以想辦法拿回來 錦雲要是死了 就真的什麼都沒有了 你想我怎麼做 你幫我逃出去 我要去見白虎 你幫我們抓住白虎 同樣你也可以救唐靜雲 絕對不行 如果警察局裡面有五道會的人 你这样总会害死锦云的 警察局里面 有没有舞蹈会的人 你会不知道 只有白虎知道 好 好 我可以帮助你 但是之前 你欺骗过我一次 这一次 我怎么相信你 我以我肚子里的孩子 还有我丈夫唐靖云的名义启示 如果我有半句谎话 天大雷匹 不得好死 我最后谢你一次 我可以安排你进去 但是毕马好 我不会给你 怎么样 他交代了吗 他答应咱们 帮助我们找小森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之前呢 就跟他认识 光是我跟唐靖云的私交 有那么好 他信任我 光有信任怕不够吧 要不说局长你聪明呢 我已经答应他 说尽量把罪行 见面到特赦 这种空头支票你也敢开啊 老伟 这不是平常您常教育我的吗 兵不厌诈 臭小子 做得好 准备行动 是 是 那我去啦 嗯 喂 佩玲 我是赵杰 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好 你说 你 敬架 你 你有什么 不要 我 我 你看 去 老伯 你 你 想 有 你 我 还 我 你 去 去 局長 我呢 去去就回 你別擔心 都別動 別動 幹什麼 把槍口放下 好好好 我不動 我不動 把手鋼打開 把手鋼給我打開 袁淑儀啊 你別鬧了 你跑不了 別廢話 把手鋼給我打開 來 打開打開 誰動一下我就開槍 你可別亂來啊 局長 怎麼辦 來 佩玲在前面那個路 我等你 你快去跟她會合吧 謝謝你 行不要 來吧 一定要看準了打 別將他們給看出來 來 對不起 沒事 來 來 袁淑儀 來 這就是你的車 是啊 怎麼了 你回去吧 杜少傑沒事吧 放心 我在這兒等著你啊 許快想尋了 杜少傑 早 再來 已经八点了 玄武还没来 是不是把他放弃了 好 好 谁查的 谢兵安 三哥 他人来了 你们拦着我干什么 不能进 谢兵安 你给我出来 谢兵安 阿玄 老那么大火气干嘛呀 密码箱我给你带来了 我要的人呢 你已经迟到了 你的人恐怕早就 我要的人呢 你把他怎么了 就烦女人玩枪 你把他怎么了 好院 花园 呢 你把他捡了 花园 中文字幕——YK 妈妈 我